2012年全國鐵人三項國際邀請賽 暨三項接力賽 活動在10月6號登場 上午7點半就已經聚集了大批的參賽者 副縣長張基毅 議長饒慶林 教育處長林輝煌 市民代表陳明豐等人共同出席參加 並且也與大家共同來做暖身操 總共兩千多位來自全世界跟全國各地的超級議員來參加 那今天也有大概一屆降低千四百人 那今年也有幾個熱點 有很多的議員參加 包括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數 Gerova分數長 還有藝人嘉永傑 希望今年追蹤能夠有好合機 各位選手大家好 好 歡迎你們來台東 希望你們今天都能有很好的成績 非常快樂的一天 那也希望你們每年都來 常常都來 謝謝大家 八點鐘 槍聲一響 眾人開始第一階段的競賽 游泳 接下來騎腳踏車 以及跑步 透過這次的賽事 希望可以讓來自全世界參與競賽的選手 一邊進行比賽 也能夠欣賞台東的沿途美景 此次比賽預計約有兩千多人報名參加 更證明了台東縣已經成功成為運動觀光的大縣 東泰宣布溫格 蕭子熙的財本報導